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9月15日 明镜广播电台北京报道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发表小山的文章 题目是金融界对经济信心下降 中共及安抚 受各种经济因素包括贸易战影响 中国经济被旨在滞涨前徘徊 根据中国央行的调查 中国三季度银行家和企业家 对宏观经济热度指数和信心指数均呈下降 但中国官方公布数据 指当前中国经济不存在滞涨或类滞涨 发展趋势长远向好 据路透社报道 中国央行周五公布季度银行家 问卷调查报告显示 第三季银行家宏观经济热度指数为35.5% 比上季降低6.7个百分点 银行家宏观经济信心指数为69.5% 比上季降低11.7个百分点 调查报告并显示 第三季银行业景气指数为67.5% 比上季和上年同期分别提高1.1和1.6个百分点 贷款总体需求指数为65.2% 比上季降低1.5个百分点 具体分行业看 制造业贷款需求指数为58.4% 比上季降低1.9个百分点 基础设施贷款需求指数为60.8% 比上季提高0.6个百分点 分企业规模看 大中型企业贷款需求指数分别为56.3%和58.1% 比上季分别降低1.7和2.5个百分点 小微型企业贷款需求指数为67.1% 比上季提高2.6个百分点 报道引述 中国央行同时公布的第三季企业家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企业家宏观经济热度指数为37.2% 比上季下降2.9个百分点 比去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 企业家信心指数为71.1% 比上季下降4.7个百分点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 中国央行周五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 中国企业家和银行家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下降 中国经济在8月份呈现新的疲软迹象 接受中国央行调查的银行家表示 第三季度对银行贷款的需求下降 这与8月份新贷款增速低于预期的情况一致 接受调查的家庭表示 预计消费者价格将进一步上升 受到猪肉和蔬菜价格上涨推动 中国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上升 中国央行的调查显示 企业家表示 与第二季度相比 企业盈利下降 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背景下 企业家看到出口订单下降 华尔街日报引述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五明确表示 当前中国经济不存在滞胀或者类滞胀 近期舆论讨讨论中国经济是否滞胀或类滞胀 统计局在周五的发布会上给予了回应 统计局表示 从物价上涨角度讲 CPI全年能够保持在合理的水平 据中国统计局报告 虽然最近两个月价格涨幅确实有所扩大 特别是8月份 但总体来讲CPI还是属于温和上涨的水平 下面关注另一条消息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发表小山的文章 题目是 2000炮弹一触即发 王岐山或出山就场 美国媒体透露 尽管美中贸易新一轮谈判在酝酿 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指示助理 实施对额外的价值约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 征收进口关税 但具体实施时间尚不清楚 为抢在中美新一轮贸易磋商之前 一群华尔街高管17日将在北京与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会面 此前中国官方以及官媒都强硬表示绝不妥协 环球时报之招拖一拖 据中央社今天报道 抢在中美新一轮贸易磋商之前 一群华尔街高管17日将在北京与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会面 分析指王岐山这次出马是谋而后动 亦在令美国商人对政府游说 或以开放金融服务业表示善意 有消息指中国邀请美国主要金融机构负责人 参加16日在北京的中美金融圆桌会议 并于17日会晤王岐山届时贸易战将是无法避免的一个话题 这项消息让在中美贸易战中一直神隐的王岐山浮出了身影 与先前港媒指称王岐山并未处理中美事务的说法有出入 因而特别受到关注 报道说 中国商务部证实已受到美方邀请 将就贸易战进行新一轮磋商 这场抢在磋商前所举办的中美金融圆桌会议 以及王岐山与华尔街高管的会面 也会对后续磋商带来一定影响 路透社影据消息人士周五称 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指示助理 实施对额外的价值约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进口关税 但具体实施时间尚不清楚 彭博周五早些时候报道称 尽管财长努钦试图就解决贸易战而重启与中国的磋商 但特朗普仍在推进关税举措 去年美国从中国进口了价值5050亿美元的商品 但根据美国统计局数据 今年1至7月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较去年同期增长了近9% 据共同社报道认为 虽然美国预计近期将与中国重启部长级经贸磋商 但通过同时推进启动制裁的准备工作 展现坚决姿态 谋求彻底削减对华贸易赤字 若美国宣布启动 中方必将强烈反对 美国彭博社报道称 特朗普13日与财政部长姆努钦 商务部长罗斯 贸易代表办公室 USTR代表莱特希泽等相关官员商议 对华关税制裁示意 下达了上述指示 姆努钦提议与中国重启部长级经贸磋商 中方也表示有影响应 据悉 当被问及关税制裁对美中磋商的负面影响时 特朗普回答称不担心 特朗普13日在推特上发文称 我们没有必须与中国交易的压力 还表示考虑近期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 共同社报道只围绕对华贸易政策 莱特希泽及总统助理纳瓦罗等强硬派 在政府中力量巨大 谋求削弱中国的经济实力 另一方面 姆努钦等稳健派 则力争通过与中国对话来获取现实利益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贸易战中 NAFTA重新命名为USMC 分别代表美国、墨西哥及加拿大 他更扬言一旦加拿大不同意他提出的建议 将把字母C从USMC中移除 下面是关于中国千人计划的消息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发表小山的文章 题目是中国千人计划获成陷阱 传美国清洗两面人 中国在2009年启动千人计划 至今吸引数千旅居外国中国学者或或有外国籍 尤其是美国籍的华人科学家学者前往中国进行各种合作 并享有中国提供的各种优惠待遇 美国开始警惕中国以各种手段获取美国科技 对进入中国千人计划的学者科学家进行调查 网传有多人被开除与被逮捕 有消息指 美国各地传出入籍千人计划的学者 及二连三被查、被捕、被判刑 密西根州立大学自动化机器人专家 习宁今年5月应涉嫌以虚假账单 向任职的密西根州大级美国电机电子工程学会骗取 近43万元经费 被联邦调查局FBI逮捕后被控电汇诈骗罪 维基尼亚理工大学生物系统工程系前教授张以恒主持 开展唐志钦 及生物燃料电池等多项极具前瞻性科研项目 颇受校方器重 但张以恒去年9月被捕被起诉罪名共有7项 包括涉嫌欺骗美国政府、伪证等 联邦调查局指出 张以恒和实验室的两名中国研究生 从2014年1月至2016年5月 利用公司于2015年7月开发完成的低卡代糖 低成本生产新技术 向美国家科学基金会能源部申请上百万元科研经费 所得款项却并未用在学校 通用电气公司主任工程师郑晓清 8月1日被FBI逮捕 他涉嫌盗窃公司动力涡轮技术机密 试图以图片档掩盖文件档 并下载至私人电脑 司法部今年2月22日发布消息 指海洋和大气管理署前 华裔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春在 因从2010年起参与中国政府数项重点人才计划 并接受来自中国的薪水 违反美国法律被判刑 美籍华人精英组织百人会3月初曾以声明 关切王春在被不公正起诉一案 并引诱王辩护律师蔡登伯格所言 王博士被自己的政府不公正地当成了把子并迫害 这是法官在案件中承认的事实 他只是美国政府针对美籍华裔科学家公事的牺牲品 不幸的是 他不会是最后一个 郑小青、王春在、张以恒和习宁 都是在上世纪中国改革开放 后来美国深造 取得博士学位 并在专业上取得突出成绩的科研精英 他们都已入籍美国 但也都是中国千人计划学者 这些案例 加上休士顿安德森癌症中心 传出数位千人计划学者被裁事件后 让过去在美中两边都吃香的华裔科研人士 忐忑不安 此前彭博新闻引述美国情报官员说 中国推行的千人计划的关键 就是让那些原在中国受教育 现受雇于美国机构的科研人员 转移复制美国的尖端军事和商业科技给中国 最终让中国取代美国的科技地位 下面关注美国人口普查方面的消息 美国之音中文网发表文章 题目是 美国的外国出生人口达到约4500万百年来最多 据美国人口普查局9月13日星期四公布的数据 在美国的外国出生的人口去年达到了100年来的最高点 共有4450万 比2016年增长了1.8% 朗普总统2017年1月就任以来 美国政府表示希望改革合法移民系统 并加紧拘捕和遣返在美国的非法移民 不过 移民政策研究所的人口统计学家 兰迪卡波斯表示 到目前为止 政府还没有限制多少合法移民 而美国强劲的就业市场 可能部分刺激了美国去年在外国出生人数的增加 他表示 经济肯定是一个因素 不仅是更多的人来到美国 而且是更多的人留下来 2017年 外国出生居民占美国总人口的13.7% 是1910年以来的最高比例 2016年则是13.5% 1910年外国出生人口的比例是14.7% 人口普查局的数字还显示 越来越多的移民是亚洲人或者拥有大学学位的人 延续了过去十多年的增长趋势 而来自中国的移民占移民总数的比例 从2016年的6.2%增加到了6.4% 在过去十年来自墨西哥的移民减缓了 从2016年的26.5%下降到2017年的25.3% 美国之音中文网 像是中国这样的地缘政治对手正窃取美国科技 并滥用我们大学校园开放的研发环境 来自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众议员鲁尼在声明中说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孔子学院 他们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前锋 渗透美国校园 搜集资讯 盗窃美国科技 我们必须终止外国情报势力 滥用我们的高等教育来偷取我们的技术 法案内容主要包括 第一 允许美国联邦调查局确定高等教育之外国威胁 第二 要求收受外国捐赠之大学采用更加严格的申报条款 第三 为保护公民自由 被指定之情报威胁 将可比照外国恐怖组织相关规定起诉 同名法案在参议院由来自德克萨斯州共和党籍参议员克鲁兹提出 克鲁兹在声明中表示 中国共产党妨碍美国大学教育 他们干预课程设置 将对其政权的批评噤声 并且窃盗美国知识产权 为孔子学院建立问责制 是保护我们高等学府的必要行动 克鲁兹说 近来 有关中国瑞实力渗透美国各界的话题 成为华盛顿议论的焦点 引发国会强烈关注 华盛顿智库威尔逊中心日前发布报告 阐述了中国对美国大学施加的影响与干预 报告呼吁美国就中国干预行为进行调查 报告指出 中国政府插手美国高教的现象包括 通过中国使领馆的工作人员 抗议美国学校邀请的演讲嘉宾 要求取消涉及中国政治敏感问题的讨论会 通过留学生搜集高校师生言行 用威胁拒绝研究者的签证来迫使研究者改变学术议题等等 大家好我是柳晨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在YouTube上订阅明镜之声频道 首先在您电脑的桌面上打开浏览器 在进入YouTube主页之后呢 您就会看到正常的这个搜索栏 在搜索栏上面您可以收入这个明镜之声的拼音 MING JING RADIO 或者呢也可以打入中文字明镜之声 都可以搜到我们的频道 看到明镜之声的logo之后呢 您就点击它进入明镜之声主页 在最右边的这个红色的subscribe标志 点它就可以跟随我们的最新节目 点击之后您的明镜之声的标志 就会出现在跟随的最上面一栏 在subscribe的右边有一个小铃铛的标志 您只要点了它之后呢 就会收到我们所有最新节目的提醒 在我们主页的下方 是明镜的所有最新的节目的更新 感谢您的订阅